蘭巴弗斯已經掉了 差一點點就可以把佑給吞下 如果剛剛把佑給挖在這邊 結果在這邊直接被吞了起來 結果一個頂三個之後 交出手殺的反而是貪肯齊 因為其實剛剛 SWACO這邊的傷害相當高 他大絕丟下去之後 他的重量力場是直接控制到了三個人 所以是很成功的打了一波爆發 讓MS1這邊有錯估那個傷害量 我覺得佑果然是把兵線持續帶動得很深 這邊也是一大坡的小兵 下路已經打了起來 直接開了嗎 不過傳送下來了 兩邊的傳送下來了 但是這邊應該是納爾的傳送 已經先到了 納爾即將要變大 看一下納爾這邊 哇 畢咚 畢咚 兩格接上了 接上了雷克薩的 雷克薩CC之後 我覺得後續傷害量不太夠的關係 是一個撤退戰喔 沒有辦法把Eazred直接帶走 反而是特朗德在這邊 繳出了自己的人頭 坦肯齊在這邊血量非常的低 但是因為塔下關係應該沒有問題 其實這波開戰 其實納爾已經 一開始就把他的控制性交掉了 應該就直接閃下去了 然後坦肯齊也是一個撤退戰喔 在這邊納爾 應該是位置上比較大意的關係 在這邊承受 有機會換掉嗎 哇 沒有辦法換掉任何一個人 最後是由蜘蛛收下了納爾這個個人頭 對 這邊有點可... 目前中路的邊線上比較靠 在這邊應該是要直接來強抓對面的雙刃線組 啊 桌子沒有卡住 沒有卡住 很可惜 雖然說桌子旁邊有緩速 但是也卡不住 對 他剛剛如果再稍微放旁邊一點 哇 民選這邊的傷害相當相當的高 在這邊交出最後交出跳躍以及閃線 但是這個感覺是要... 有可能被擊殺的喔 最後一個溪空行走 直接踩在了納爾的臉上 帶走納爾性命 其實保守著 對 那現在 我們要搶開了 直接要開起來 傳送也是傳了進來 Skill在這邊 有沒有辦法走掉開起來 立場 直接定了下來 但是牛身上其實是掛著大絕交出的閃線 拉開距離 還在持續拉打喔 哇 又直接閃線上來之後 直接收下了 由維克特收下了牛的人頭 可是你們的下台要爆啦 哇 在這邊 其實已經撤退了 那你沒有辦法 阻斷對方回家的情況下 要拿到高一條是有困難的方 反而是隊友遭受到一波追擊 這邊蜘蛛承受非常大量的傷害 好運節大絕直接把蜘蛛給掃死 哇 而且這邊exciting 也是過來做一個夾擊 跳出來 直接跳過了牆 成功畢咚到伊澤瑞爾 這個畢咚其實相當相當的準啦 他是在推的瞬間馬上轉身 所以是成功的畢咚到牆上 現在XGAMER這邊找到了一個機會 可以開啟巴龍在 MINAI上這邊只有三名隊員的情況下 還是要很小心一下卡薩丁這邊的進場 哇 卡薩丁來囉 先看一下卡薩丁這邊的進場 卡薩丁的傷害其實相當相當高 目標是索拉口開啟了 驚人之後看一下 喔 飛吃掉了 JULIEN這邊 稍微保一下卡薩丁 卡薩丁再一次出來之後 有沒有辦法繼續做 感覺要被賣掉啦 JULIEN在這邊 最後這邊一個CC券 成功再次 擊到了MISSION 哇 這個石頭也是成功打到了MISSION 繼續做一個膽頭血 因為他的大絕跟傳送都還在 要直接開了嗎 都還算好在這邊 一個人扛住了其實是三個人 這邊被立場定住之後 應該雙方要暫時先拉開 哇 MISS進場了這個傷害 目標是抓扣的 綁到了 綁到之後直接拿下了 威克特人頭的 陶宇傑看起來也走不掉了 陶宇傑看起來也走不掉了 剛剛應該是交出了閃線之後 還是倒下 那迷來上這邊 是不是要掌握這部機會 來嘗試巴龍呢 我覺得嘗試巴龍可能會有點難處 應該想要繼續做一個追擊 有機會 卡薩丁包加 卡薩丁再一次在這邊進場 有沒有辦法把YOU給修掉呢 YOU已經跳得出來之後 由MISSION拿下了YOU的人頭 哇 這是卡薩丁的收頭秀啊 卡薩丁的最後是往後跳 但是轉變大了 但已經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了 他可以用驚人來拖延這個虛弱的時間 那整體看起來 又似乎是想要來做一波嘗試 目標是烏拉拉的蜘蛛 但是位置上面很深 成功拉了出來 雙方調整一下位置之後 卡薩丁還沒有到喔 卡薩丁還沒有到喔 又在這邊想要抓掉對方的蜘蛛 但是潘肯奇再一次成功的保牌 卡薩丁來了 卡薩丁在這邊看一下 是不是能夠好好進場 來做一個收頭 剛剛由伊澤瑞爾拿下了娜爾的人頭 現在MISSION這邊 應該要等虛空行走 CC再射好 哇 直接出去傷害量非常的高喔 在這邊也是因為卡薩丁 沒有人可以處理的關係 卡薩丁拿下了TRIPLE KILLER 對 其實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在缺少CCG的情況下 伊澤瑞爾跟卡薩丁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他們在整個陣容不斷的拉扯 我覺得剛剛MSE這邊的 他們拖時間拖得非常非常好 他們知道他們的MISSION還沒到 所以他們是不斷的往後面進行拉扯 然後XGAMER這邊其實 他們做的也沒有錯 就是他們必須要在MISSION進場之前 把整個會戰打完 如果他們沒有打完 就像現在這一波會戰一樣 直接被灌倒了喔 直接打掉了第一個門牙 而且復活時間上面看起來 這場比賽是有可能由MISSION 直接拿下了第一場比賽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恭喜MISSION